好久不见,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来煮汤圆 保证汤圆面光汤清 饱满而不泡发 适量的清水 大火烧开,煮到水沸腾 也就是冒大的气泡之后 火关小一点 变成中火 保证水开不沸腾 倒入汤圆 用勺子轻轻地搅拌 用水的晃动来带动汤圆的运动 尽量不要碰到汤圆 锅底有气泡上涌 水有沸腾的迹象 倒入凉水 全程都是中小火 不盖锅盖 保证水开不沸腾 这是今天煮好汤圆最关键的一点 重复三次 也就是倒三次凉水 汤圆就能全部飘起来 这就是熟了 水不沸腾 能保证汤圆煮熟的同时 形状饱满圆润 不会有泡发长大 汤底清澈 元宵节试一试这种方法 圆圆的小胖子 一口一个 小人试一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